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的指导 依靠圣教的方向 依靠圣教的目标 认真来做转变 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凡如神 转世成智 转烦恼成菩提 转生死成变半 正所谓是转迷成悟 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有缘的 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转过来 他转得过来很好 转不过来也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心地清净 绝定不着相 着相就生烦恼 他转过来 你生欢喜些 他转不过来 你生烦恼 你的心都被污染了 我们为什么会退转 进得少 退得多 我们是念念都被污染了 我们教别人 人家肯接受 有进步 好欢喜 欢喜污染了 我们教别人 他很难接受 他不能做到 甚至于所作所为 与所交的 完全相违背 神烦恼了 你被烦恼污染了 污染就退转了 总是做不到 像金刚经上讲的 不取语相 如如不动 你能把这两句做到了 你就不会被污染了 你就不会退转了 佛教导我们 句句是真实语言 我们要自求夺福啊 不依靠佛的教诲 那你是妄想啊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 真实的佛报 帮足一切众子 真实的佛报 就是财不识 法不识 无微不识 真肯干 认真努力地在干 那个人就懂得自求夺福 他的佛报是真实的 如金刚经所说的 应无所助 行与不识 所谓不识 色不识 不识 身相 未处法不识 哪一个人不识 不识相 不识 读出了相 由我 行不识 终活相 我这个不识给哪一个人 识了他想 我不识那些什么东西 全识相 识相不识 是佛德 如果应无所助 而行不识 是功德 不识完了 心底干干一净 痕迹都不着 我们说个很简单的话 大家容易懂 不放在心上 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就麻烦了 就着想了 修布施的时候 正在布施的时候 布施完了之后的时候 通通不着想 心底干干净净净 这个死没有妨害清净心 着想就妨害清净心 心不清净 所以佛说 叫着修布施了 菩萨应如是不识 不识于想 何以故 为什么 若菩萨不住向布施 欺负得不可思量 这真的不是想的 为什么 不住向是真心 真心没有边际 身光无奇 其大无碍 其消无内 你用正心去修布施 布施的功德跟心一样 不可思量 你布施斤斤计较 样样执着 你所修的是佛德 佛德有限 随着你的信量 其感应到久 所以一切法 重新向神 心量要大了 大就是不放在心上就大 放在心上就小了 我们帮助人 心里面不可以有知识 不可以有得实 更不可以有供高供慢 帮助人多少 我对人有恩呢 你的心地就被染污了 一定要像《般若经》上所讲的三轮其空 做而无作 我做了 心里面一点痕迹都不留 跟没做一样 心地清静 没有被染污 如果心里觉得我有做了 那你就已经有染污了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你的心地永远保持着情静 才能够到无疲倦 这时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自己修行以及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应当有点态度 一定要做到三文极空 永远保持着身心的清静 不为外境所让 无相无为 无复无妥 无度分别 语言里编讨 那么这个四句是教化众生 用现代的话来讲的心态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集出社会的大动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有许多发心度众生 没多久都被众生度朋友 很多 自古以来都不知道 那就是说他没有遵守佛这个教训 能够遵守这个教训 就不会 于一切众生 形象上接触 心理上没有接触 心地干净 没有阳光 这时佛 实在讲就是金刚经上两句话 不取于相 辱辱不斗 要想的无相不悟 无相是不着想 无为而无所不悟 无为对现在话的不知功 不要这么我做了多少好思的 念念不忘 那就错了 修了 感恩人们就错了 那个心才清醒的 我做了多少众生呢 我这个是故事多少啊 你全天念这个心里不干净的 那你是有意的 你不是有意的 这样才干净 无复无脱 或是烦恼 用现代话来说 感情不动也感情 拓实 邪徒 既然没有烦恼 哪里还有你邪徒 烦恼的地面是邪徒 烦恼没有了邪徒圆没了 这叫甘因自在 无处分离 为什么呢 凡所有相界是需要 你分别它干什么 不要分别 不要止住 眼力颠倒 颠倒就是妄想止住 这个东西通通都是修学的障碍 我们要把它离开 你常常记住这个 你油画在世间 你不会心烦恼 你就会得真正的思想 真正帮助人 而自己不会受害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